今天是新鮮豆腐、鯛鱼、鯛鱼、鯛鱼 一起吃一起吃 祝你 今天是新鮮的食物放進嘴巴中 雖然有咀嚼的動作 但是沒多久影片就經過剪輯 看不出夫妻是否有真的把食物吞進肚子裡 更有南韓網友發現 夫妻每次吃東西時 都會出現一些回憶動作 之一就是剪輯訊號 雖然是用手指比食物 但可見手指比除以後畫面立刻跳掉 更不用說南韓網友質疑他收錢吃東西 事後夫妻承認錯誤並且道歉 不過這一次眾多網友認為 夫妻根本沒有真的把食物吃進去 整隻雞腿一口塞進嘴巴 但不論是吃什麼食物 就是沒有夫妻吞嚥的動作 而是用剪接手法營造吃東西的假象 吃東西影片疑似造假 讓夫妻又添真意 東新聞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而且想去家裡 稍為看到 有лен靈多的衣物